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捷安 這次我要用我自己的樂團米星星樂團的歌曲 離開這樣子的生活 為大家講解一下我在這首歌上面 條選法的使用 在移調甲以及條選法單元中第一集 我已經有講過了 這兩個東西的使用其實都是兩個字 需求的選擇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在這首歌上面 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調 其實基本上在米星星的歌曲當中 我幾乎每一首歌的條選法都不同 因為我每一首歌可能都會有各自不同的需求 那麼我要去滿足這些需求 我可能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所以可能就會調成所謂亂七八糟這個樣子 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沒必要 但是這是我找到的解決方法 這是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會把它調成這個樣子 在這首歌上面 我的第六條旋調的跟第五條旋一樣 是同一個音 只是低了第五條旋一個八度 我現在是正常調音降半音夾第二個格子 所以第五條旋會是深A的聲音 所以我第六條旋也會把它調成深A 只是低了一個八度 它會長這個樣子 在這首歌上面我的需求就是 我想要做一個貝斯 模仿貝斯更像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希望我的貝斯不要像原本的彈奏是那麼高的聲音 這樣子在彈奏的結果當中 大家的想像裡面只會聽到感覺到吉他的聲音 而不會想像說這個聲音有低下去 然後有貝斯的感覺 所以我第一個我希望我的聲音是可以沉下去的 接著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我會使用一個效果器叫做OC3 那麼它的功能主要是可以把我的貝斯的更音低八度 可是要在特定的頻率以下 它才有辦法將這個聲音低八度 而我在上面的彈奏 剛好到第三個和弦 到這一個和弦的時候 它的聲音就沒有辦法能夠接收到 所以這一個音它就沒有辦法低八度 所以每次彈到這邊 它的貝斯的更音就會突然就消失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很困擾 所以找到這個方法 我將第六條弦 調到跟第五條弦一樣的音樂以後 所以我彈奏這邊 它就有辦法接收到這麼低的聲音 然後再將它低八度 所以就會有更像貝斯更沉的一個效果 那麼最後一個原因 主要要將空弦音調到跟第五條弦一樣的音 這個原因是因為 在按法上面 我只需要將我的無名指 往上一條弦 所以按法上面沒有太大的複雜的變化 而只是輕鬆的將第五條弦的按法 然後按到第六條弦 所以其他的和弦長相其實都是一樣 它就會從原本的按法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在彈奏上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困難 所以讓我們來聽一下前後的對照版本 接著貝斯進來 接著貝斯進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